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巴港妈流行给小孩上Paygroup 但有没有想过将家庭变成自家Paygroup呢? 今次介绍家庭正正以日式Paygroup做主题 混乱而富有同趣的设计 令大人小孩都落住其中 这间屋是一家四口住的 有两个小朋友 屋住是偏好日本母屋的元素 设计师用了大量的浅色木材 白色墙身和Paygroup的风格 家里设有屋形的小窗户、楼梯等元素 让小孩可以在不同的空间玩和探索 当我们设计这个TV櫃的时候 不想整个櫃这么保险 分开了上下櫃 下櫃做了两级元素 小孩可以将玩具放上放下 可以坐在某某位置 坐在沙发的大人有互动 贵身上半步采用屋形的设计 上下用梯来连接 就好像可以爬上小梦屋 虽然不可以真的去爬梯 但就可以被男护主摆放心外的摆设 这个饭厅位置 我们最主要做了半烧的围栏 小孩在玩的时候 不怕他们撞上墙身 而且感觉就像去到一个日本的cafe 很舒服 而且我们的灯 专专用三盏吊灯去照亮这个空间 专专做到可以高低的感觉 令到好像有一点满天性的感觉 饭厅的一边 设置了一组色物柜连鞋 色物柜上方加入了两条幼身的皮带 和大大的贵身形成强烈的对比 好又换味 这间是两个小孩的睡房 设计师特别将轮架床 设置成L字形的摆位 加上在围栏加设小窗户 令到日光透入 床上的屋形框架 亦都为这间小朋友仿真添同趣 他又在上隔床下 预留了衣柜 书桌和书架的空间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愉快地玩和学习 自成一角 主人房设计简约 地面全部覆盖着地台 为主人家提供充足的储物空间 另外睡房的地台和客厅的影音柜 高度一致 令到两个空间可以连贯 以櫺椅圆拱形的设计 櫺门上的小入口 看来就像一间小鸟屋 另外櫺身不到顶的设计 可以为空间留白 我们手繪了这个箭嘴形状的图案 在这个墙身上 而你看到箭嘴 当它们排列的时候 就像一些树架的感觉 令到这间房的自然感觉元素会大些 为了善用空间 设计师将隧床架设在窗台之上 令睡房即使摆放大型衣柜 仍然可以走出落床的通道 而且有空间设置床头柜 请不吝点赞 intéressant 如果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